10个遭遇枪击案的美国总统 第一名凶手竟被无罪释放 如果选一位这个星球上权力最大的人 那莫过于美国总统这一职位了 然而这份充满权力和力量的工作 也同时为就职总统带来了巨大的危机 今年7月14日 川普在演讲时就被枪手击中 此时一出便引起了全球的轩然大波 然而这并不是川普第一次遭遇枪击事件 甚至在美国史上 还有更加影响力惊人的事件发生 今天大郎就带大家一起看看 美国史上遭到枪击的10位总统 感受一下总统宝座的危险日常 第10名川普 2016年6月19日 美国总统大选进入白热化阶段 为了拿下内华达州这个摇摆州 身为候选人的川普 在拉斯维加斯举行了一场演讲 川普的演讲往往是咄咄逼人 透过充满攻击性的言论 直接批评竞选对手 赢得在场众人的满堂彩 然而当天的情况有点特殊 就在川普上台刚开始他的表演 一名男子悄悄走向一名警官 趁其不备 试图抢下配枪朝川普设计 这一幕让现场保全人员 吓出一身冷汗 赶紧护助川普跑路 还好行凶者未能得逞 迅速被控制 川普躲过一劫 事后经调查发现 这名行凶者名叫麦克桑福德 20岁英国籍 当特勤局问他 为什么想杀美国总统候选人时 他表示 因为川普该死 虽说这只是一场虚惊 但透过这一系列事件 也不难发现 美国总统堪称是高风险职业 自1789年 乔治华盛顿宣誓就职以来 美国45人当过总统 其中有9人在任内遭到行刺 4人遇刺身亡 遇刺率为20% 遇刺死亡率接近10% 这在世界大国中算是高比例 第9名 安德鲁杰克逊 安德鲁杰克逊 是美国史上第一位遭暗杀的总统 他曾被美国的专家学者评为 最杰出的10位总统之一 亦是民主党的创建者 1835年1月30日 杰克森在国会山庄准备参加一场葬礼时 遭到一个名叫里查劳伦斯的 由7将刺杀 劳伦斯在距离杰克森不到2公尺的地方 先用一把手枪连开两枪 但没有打中杰克逊 随后劳伦斯立即拔出另一把手枪 准备继续行刺 杰克森演急手快 用随身携带的手杖将其制服 后来 劳伦斯被诊断出患有精神疾病 被拘留于疯人院中 第八名 林肯 第二个遭到暗杀的总统 是大名鼎鼎的林肯 他也是美国史上第一位遇刺身亡的总统 1865年4月14日晚 也就是南北战争结束后的第五天 一个同情男方 名叫约翰·威尔克斯布斯的演员 趁住林肯在华盛顿福特剧院的总统包厢看戏 警卫官又恰好不在的见戏 用手枪击中了林肯的头部 隔天早上 因抢救无效 林肯与世长辞 年仅56岁 事后惨案的调查结果令人瞠目结舌 案发前 林肯曾有不祥预感 因此特意安排了警卫官 但特意安排的警卫官在事发时 居然跑到歌剧院隔壁的酒吧 喝得烂醉 而凶手布斯只是当天去剧院取信时 偶然听说林肯晚上要来看戏 这才临时起义决定暗杀总统 因为他认为只要杀了林肯 南部就有希望其死回生 在追捕布斯期间 警方本有机会抓活口 却将其击毙 调诡的是 警方递交的疾凶报告又写住 凶手戏自杀身亡 更调诡的是林肯的儿子罗伯特托德 林肯死前便将父亲的私人文件复制一句 他告诉朋友 自己销毁文件 是因为这些文件里面 有内阁成员犯有判国罪的证据 这一系列不合常理的因素叠在一起 让许多人怀疑林肯遇刺的背后 肯定有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 这导致林肯之死成为谜中之谜 第七名 詹姆斯·爱博拉姆加菲尔德 第三个遇刺的是 美国第二十任总统 詹姆斯·爱博拉姆加菲尔德 1881年7月2日 就值仅四个月的加菲尔德 在华盛顿一个火车站内 被一个叫查尔斯基特奥的落魄律师 在近距离连开两枪 这两枪全部命中 但没有击中要害 加菲尔德本来有救 可负责救治的医生是庸医 连续误诊 就这样 加菲尔德在医院备受折磨了几个星期后 最终在痛苦中死去 事后经调查 吉特奥自杀加菲尔德的理由非常奇葩 加菲尔德在赢得总统提名时 曾引起与共和党的分裂 吉特奥认为 如果自己杀了加菲尔德 共和党就会重新团结起来 感恩的共和党人 将会因为他的功劳 而奖励他一个行政职务 可加菲尔德死后 吉特奥并没有得到一冠半职 反而被判处绞刑 第六名 威廉·麦金莱 第四个遇刺的是美国第25任总统 威廉·麦金莱 1901年9月6日 在纽约州部法罗泛美博览会的招待会上 一个叫利昂·乔尔格斯的无政府主义者 趁着众人排队与麦金莱握手的机会 近距离朝麦金莱的胸腹腹部连射两枪 与加菲尔德一样 麦金莱中枪后并没有死 但医生在博览会的急诊室内 为麦金莱紧紧急抢救时 手忙脚乱 他们只取出了麦金莱胸部的子弹 没有找到腹部的子弹 便缝合了伤口 结果 正是因为这颗子弹引起的坏剧 是麦金莱陷入深度昏迷 而当麦金莱陷入昏迷后 一群拥一误以为总统需要休息 未能引起重视 而总统麦金莱就在这种情况下 匆匆忙忙地与世长辞了 第五名 富兰克林·罗斯福 1932年 小罗斯福当选为美国第32任总统 他是美国史上首位连任四届的总统 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反法西斯同盟阵营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在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中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933年2月15日 当时的罗斯福已经在大选中胜出 但还没办就职典礼 罗斯福站在经典款车上 向聚集在园区内的一万多名支持者 发表了简短的演讲 讲话刚结束 准备坐进车里时 枪声响起 刺客向小罗斯福连开五枪 只是证明刺客的枪法不那么精准 他并没有打到总统身上 反而打伤了站在汽车踏板上的芝加哥市长 冲上来的警察迅速将刺客按倒在地 刺客被捕后还高喊 我要杀死每一位总统 但最神奇的是 警察竟然从他的衣服中发现一份 麦金来总统遇刺消息的报纸剪辑 虽然罗斯福幸运的未被击中 但受枪伤的芝加哥市长 却在两周后死亡 这也是第二起因为麦金来动机形成的刺客 第四名 杜鲁门 杜鲁门是美国第三十三任总统 关于杜鲁门的枪杀案 发生在1950年11月1日 华盛顿 因为当天白宫要进行修缮 总统就临时住在了街对面的布莱尔大厦 此时杜鲁门不知道的是 在大厦周围正潜伏住 两名剥夺了一个民族解放运动组织的刺客 上午十点 刺客就已潜伏至大厦内 一名刺客掏出手枪 正准备开枪射杀距离他最近的白宫警官 当他扣下板击 手枪却没能成功打出子弹 此时 警察听到一响 突然转过身来 刺客的手枪终于打响 子弹在慌乱之下 射中了警察的膝盖 听到枪响后 在大厦附近的保全人员 也加入了这场战斗 此时的布莱尔大厦中 已经是闹作一团 枪战持续了42秒 便将刺客全部击毙 第三名 约翰甘乃迪 1963年11月22日 当甘乃迪与夫人杰奎林 乘坐林肯豪华敞篷车 向人群挥手致意时 广场上毫无预警地响起了三次枪声 一枪击中了他的脖子 还有一枪击中了总统的后脑勺 子弹打飞了他的部分头盖骨 当时他的夫人杰奎林 快速地爬向车后座 试住捡起丈夫的头盖骨 枪击事件半小时后 在美国中部时间下午的一点 甘乃迪被正式宣布死亡 他是美国史上第四位遇刺身亡的总统 也是第八位在任内去世的总统 甘乃迪遇刺身亡 仅一小时二十分 坐下惊世之举的刺客就被锁定了 是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员奥斯瓦尔德 案发时 警方就开始封锁周边 奥斯瓦尔德趁乱上了一辆计程车 成功逃离了现场 回家换了一件衣服后又出门 但这一回他可没有那么幸运 在路边遇上了一位警察 前来询问讯息 他二话不说 拔出武器 连开四枪 警员当场毙命 再次杀人的他逃入了附近的剧院 戏剧的是 由于他没有买门票 店员报了警 证明杀害了美国总统的凶手 就这样被抓到了 而这起惊天暗杀的结局 却耐人寻味 当凶手被警方转移时 竟有另一伙人在转移途中将凶手暗杀 而这伙人在杀死奥斯瓦尔德之后 原地选择了自杀 使得警方再也没有任何线索 这也使得甘乃迪遇刺案 从此变成悬案 第二名 福特 1974年 尼克森因水门事件辞职 随后福特继任总统 特赦了尼克松 由于福特无条件完全赦免了尼克松 在其总统任内所犯下的所有罪行 一时间很多人心怀不满 认为他包庇肮脏的腐败交易 意图干掉他 1975年9月5日 趁福特前往加州参加活动 一个叫佛洛姆的女子 携带一把科尔特半自动手枪 埋伏在加州议会公园附近等待时机 以当时的安保而言 佛洛姆原本没有任何行刺机会 但他当天伸住一件鲜亮的红衣 头戴红色无帽颜帽 配上一头红发 简直就是火神下凡 吸引了福特的注意 于是福特专门走到他的面前 与他握手 趁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佛洛姆迅速推开前排的人群 掏出手枪 对准福特的腰部扣动板机 据目击者称 当看到一把手枪出现在眼前后 福特的枪瞬间下得惨白 不过枪没想 佛洛姆并不了解枪支结构 他不知道半自动手枪 需要拉动炮筒 将低发子弹推进枪膛才能激发 大难不死 一旁的一名特勤局特工 迅速将佛洛姆制服 而福特则被其他特务 像林小姬一样 驾驻跑了半条街 直到福特大声抗议 特工们才将他放开 17天后的9月22日 福特飞往旧金山参加会议 当天下午 又有一名叫摩尔的女子 混在人群中 手持左轮手枪 向福特连开两枪 第一枪打偏了 第二枪被越战退伍老兵干扰 子弹从福特头顶飞过 甘乃迪欲刺后 美国总统坐驾取消敞篷款 改为太材质的防弹版本 拥有防弹的车身和防弹玻璃 特工们在接受培训时也被要求 一旦在室外遭遇危险 应立即护送总统进入车内 因此当摩尔行刺未遂后 福特身边的特务第一反应就是 将总统抬起来 用最快的速度丢进车里 但估计是第一次实战 缺乏经验的缘故 在场的几名特工都去抬总统了 却没有一个人把车门打开 结果导致福特被几个标形大汉 使出吃奶的力气 重重砸到了车门上 福特当时年鱼六旬 一把老骨头哪受得了这样的撞击 当场就背过气去 最后在医院躺了好几天才下床 从此以后 福特在公众场合 时时刻刻都穿住防弹衣 特勤局也定下规矩 总统坐驾 必须随时保持开门的状态 第一名 雷根 雷根是美国第40任总统 也是唯一演员出身的总统 他刚任总统69天 就遭到暗杀 1981年3月30日这天中午 他在西尔顿酒店 和工会团体代表一起吃午餐 并发表演说 但当雷根和幕僚们走出饭店大门时 饭店门口记者群之中 突然冲出一个名叫约翰辛克利的 26岁男子 只见他迅速掏出一把左轮手枪 对准总统连开六枪 这六枪分别击中了一名白宫新闻发言人 一名直勤警员 一名特工 子弹击中装甲进行了反弹 射进雷根的肺部 总统的贴身保镖在枪响瞬间 将雷根团团围住 其中一名保镖在混乱中挡在总统面前 替他挡下了一枪 雷根体内的子弹 紧离雷根心脏7厘米 最终整个事件并未导致任何人丧生 但白宫新闻发言人詹姆斯·布雷迪 由于被一颗子弹击中头部而终身瘫痪 可约翰的自杀动机 居然是为了引起好莱坞女星 朱蒂·佛斯特的注意 但最搞笑的是 这名女星是同性恋 由于约翰可笑的自杀动机 1982年 她被送往华盛顿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在精神病院待了30多年 2021年9月28日 约翰被无条件释放 好了 以上就是本集影片的所有内容 不知道以上这10个美国总统枪击案 哪个最让您印象深刻呢 欢迎在下面的留言区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点赞加订阅或分享给你的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